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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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到桃園機場 就受到親友熱烈歡迎 在2023啦啦隊國際盃 拿下冠軍的台灣國家代表隊 凱旋歸國 我們在這次的比賽 就是表現得非常的好 然後也很榮幸可以獲得這樣的成績 我覺得台灣政府跟國人 也要非常的共同的歡喜 那這些選手都非常的努力 在國際間幫台灣爭取最好的成績 好心情寫在臉上 拿下金牌實至名歸 回顧比賽精彩片段 拋接動作一氣呵成 接著進入高難度動作 把人一層一層往上疊 隊形收放自如整齊畫一 搭配口號 展現熱情 台灣啦啦隊國家代表隊 最近飛往美國奧蘭多 參加國際盃比賽 就是這段精彩表演 讓他們獲得評審青睞 摘下金牌 中華代表隊表現亮眼 男女混合最高級組 勇奪金牌外 嘻哈雙人組 舞蹈啦啦隊 彩球雙人組項目 也分別拿下第七第九名的佳基 他們為了這次比賽 去年底從激烈決選中脫穎而出 二十七位選手過年前就開始練習 集訓整整三個月 雖然過去也曾多次拿牌 但這一次是首度參加啦啦隊 國際盃 就獲得最好成績 七聲高喊口號TP1 今年在美國 連辦兩場世界級比賽 市井賽中華隊高級進拉 小叔美國隊拿下銀牌 嘻哈雙人 嘻哈團體 以及特號傳統組 高級進拉組 都有不錯的成績 中華代表隊成員 各個拿下一百分的活力 就為了努力為國爭光 發誓新位學者李宏傑 台北採訪報導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